怎么没有我 竟然没有我 我不够努力吗 一票粉丝专业都在检讨反省 到底什么比赛让大家这么竞争 原来民众党新竹市长参选人高宏安 整理出一份攻击他的网军名单 结果反而是没上榜的很万谈 只要上面没有讲到是支持高宏安的任何言论 没有称赞他的任何言论 都会被他归类为一个负面或攻击的声量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大数据专家 跟一个这样的大数据统计 已经成为一个网络消化了 已经被网友揭发出来了 高宏安过去写的书也被翻出来做文章 内容描述他和前老板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互动 比如形容郭董冲过餐桌和他打招呼 但高宏安似乎不愿意再跳出来 回应这些炮火 推销新竹市的景点 其实也是赞美了对手政绩 他先前拍美照打卡的图书馆 行政院长苏贞昌特地率队考察 要感谢林志坚前市长 封城之战民调随时变化 双红之战让国民党参选人边缘化 东森新闻在新竹报导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地选择 东森晚间新闻